嗨 桑大哥 嗨 您好 您好 桑中林 散偶 六十周岁 年收入二十万 家住长春 两套住房 一套二百三十平米 一套一百二十平米 过来推一会儿 几要没套 慢点吃 又不想进 封闭封闭封闭 接上红娘之后 大哥就带着红娘去她的家里看一看 我们就刷脸 电梯它不动 它行 反正它物业管理 物业费有费 5块钱 这个电梯直接进你家了 这边是这家 另一边是那家 电梯入户的 对 这么大的电梯 建筑面积二百三 总共下来买房子放了三百多万 这是卧室 这是桌 这是小四桌 嗯 我觉得还找得很辛苦 在大哥家参观了一圈之后 大哥告诉红娘 他还有一套房子 再有一套房子 嗯 你这房子多大 那一百二十六 介绍完家里的情况 大哥也该介绍介绍自己的 既然要找老伴儿了 得先把他的不足说出来 我这头都掉没了 全白化了 所以我还有人有病 这几年熬的 然后血肠高点 然后熬我先打一道信 我带个泵 我这几年非常平稳的 哦 要带个泵 这个不是 有肠要带个四五年 介绍完他的身体状况 大哥说呀 他也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欢红丸自画 家里放了不少过去的老物件 你这是这是人的 真的吗 这个 我再有一个 我这边 我这边 我拿凳子 妈 这好多也得放在上面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是文房用的 这个清末的吧 啊 清末的 啊 这不你拿着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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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事 这铜的 你拿着我看 就是他们国家有一个 那年来 有个那个蔡国生来建的 他告诉我 他这个不错 那这几万块钱 现在我也不买 就是二十来年了买的 这是 这是国内大画家画的 谁画的 白云的 这都是你 是不是买回来的 这不是 这是朋友 朋友赠送的 对 老头都八十多 这是那个 浙江绍兴那个 居女画家 杨国明画的 住230坪的房子 喜欢文文字画 红娘就好奇了 大哥到底是靠啥 创下了这些家业的呢 我们工厂有些物资走我们这 让我们去采购 我们卖工厂 一年一千多万产值吧 一两千万产值 现在也不少挣钱了 一年挣个几双 反正就贫民百姓吧 是不是 吃酸不愁 原来 桑大哥现在是一家专门为工厂提供物料的公司法人 桑大哥跟红娘说呀 别看他现在挺风光的 他也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最开始他也是从客车厂总装车间的一名工人干起的